今天我要挑戰一下三個小時 看看我這三個小時能跑多少錢 還沒送餐了還在取餐了 跑的喘的不行了 哇塞這個地方真難找 取到貨了就是這個 第二單看一下超池多長時間 超池三分鐘 他不是說要體驗一單就是不太好送的嗎 因為都沒人搶嘛對吧 就是這種在工地裡面 然後導航給我倒這個路 哇塞 哇靠我能進這個工地嗎 能進嗎 郝先生嗎 對對對 Sci-Fi 嘿嘿 哈囉大家好我是郝A 歡迎大家來到郝A的頻道 錄製這條視頻的時候 是2023年的2月8號星期三 剛剛出門之前我塗了一點唇膏 就是在2022年真的很抱歉 一整年當中都沒有認真的維護自己的形象 今年開始的話 出門就塗一點唇膏 大家比較不會覺得我的那個唇比較烈一點 哈哈哈 好 那今天這期視頻非常重要 就是信息量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郝A在北京這邊 我要開始跑外賣啦 哈哈哈 熟悉郝A的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郝A在2022年的8月份有一期視頻很開心 看到了吧 我的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太爽啦 8月22號10點57 在北京市房山區 終於辦下來了 然後那期視頻呢 我有跟大家說 台灣人在大陸這邊拿什麼證件啊 或者是說為什麼辦這張居住證 可以解鎖台胞在大陸這邊的更多生活的一些技能等等 我在大陸這邊生活的8年 還是有很多大陸的網友不太知道 就是台灣的同胞 在大陸這邊生活面臨到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大家都說同胞同胞嘛 但是呢其實實際上拿著台灣居民 往來大陸通勤證的這個台胞證8個數字呢 確實在很多事情上面有受到一部分的限制 打比方說 可能就 我們在抖音平台可能也沒有辦法直播 有一些人可以直播是因為他們是有 官方特殊邀請等等的 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啦 但是跑外賣的話 外賣平台 大家隨便下載一個吧 對吧 你在註冊的時候要輸入身份證 或者是說去公園買票的時候 就只有一格身份證可以填 然後那一格身份證呢 基本上都是大陸身份證 就是18位數字的 所以呢 你如果是台灣人 只有8個數字的這個號碼的話 基本上呢你都是行不通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今天這期視頻最主要就是 我拿著我的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解鎖了第三樣技能 第一項技能呢 是我拿著台灣居民居住證18位數 開頭是8300的 跟大家不一樣的 拿著這個去買鐵路 直接刷卡進站 第二件事情 我拿著台灣的居住證 在大陸的這個酒店去入住 可以入住那個公安系統 就是除了身份證之外呢 可以貼港澳台居住證 這個方向呢 可以入住那個系統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送外賣 像是大陸在北京這邊 比較有名的美團刨腿 這是美團旗下的 再來第二個是瘋鳥配送 瘋鳥的話就是餓了嗎 阿里旗下的 第三個呢 就是達達 等等的 各地可能還有更多的這種 配送的平台 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只講我在北京這邊的 這三個平台 基本上呢 你如果是要 台灣人如果是在北京這邊 想要送外賣的話呢 如果是拿著台灣 台灣往來大陸通行證 台報證 八個數字的話 基本上你入不了系統 你沒有辦法跑 我用台灣居民的居住證的 18位數字填上去 我是可以認認真真真的 可以開始跑外賣 但是呢 我也會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跑了 我有辦法提現嗎 我在美團外賣的這個APP上面 註冊的是用我的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18位數字的證件去註冊的 但是呢 我的銀行卡呢 是用我的台報證 是8位數字的 所以呢 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我是不知道 能不能真真正正的 體現成功 於是我昨天就淺淺的 就跑了試單 一共花費了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因為那昨天出來只是想要試驗一下嘛 電車也沒什麼電啊 我跑了試單 花了兩個小時 一共跑了23.4元人民幣 因為我在美團重包上面的實名登記呢 是用我的台灣居民居住證 18位數字的 在銀行卡是用我的台報證 18位數字的 這兩個證件不一樣 於是呢 我在2月7號跑完之後 我又隔了一天 2月8號 我再試試看能不能提現 結果呢 我就真的提現成功了 提現成功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平台能讓我跑 第二 我跑完我的收益 我是可以提現的 今天我要挑戰一下3個小時 跑跑看3個小時 看看我這3個小時能跑多少錢 在此之前呢 我已經把我這個電動車給充滿電了 我們就試試看吧 我太狂了 一次剛上線就接兩單 現在來到大新 北京大新的世界之花 假日廣場這邊 然後剛好有 這邊有三單 三單然後都是往西南角走的 哇賽 剛上線然後我對 說實在的我對防山比較熟啦 對防山以外的地方 封台大新很多地方都沒來過 像是這個地方 我也沒來過小區我也沒來過 所以呢 現在一次接三單的話有點莽撞 有點魯莽 還有剩下30分鐘可以送 這個地方真難找 取到貨了 就是這個 還有兩個超鮮炒飯的 我不能給大家看 不能給大家看 另外一邊是小票 還沒送餐了 還在取餐了 跑的喘的不行了 他說在三層辣妹子 對面 找到了生雞湯 4號跟5號 一共取了三個啊 好好好謝謝 放前台就行了啊 哇賽 送了第一個而已啊 天啊天啊 現在進來的是 和義山里啊 和義山里的小區 送第二單 就在剛剛那個酒店的隔壁 到了 這單有點超時了 第二單 看一下超時多長時間 超時三分鐘 剛剛都沒點送打完了 然後接下來這個的話 還有14分鐘可以送啊 二號樓啊 第三單在這邊 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左右吧 現在時間是12點14分 然後跑了三單 三單的話是20元的米幣左右吧 這行飯不好做 跑到五樓就到了啊 不錯啊 到處玩又能減肥 現在開始檢測啊 請眨眼 請左右轉頭 好可以了 錢確實不好賺啊 現在跑了一個小時 預計收入是22人民幣 接下來就在這個小區搶個單吧 現在是12點18分 然後現在是中午的時間 是比較高峰啦 所以這時候出來跑外賣的話 相對來說單會比較多一點 比較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是在路上等待的時間嘛 過了三分鐘我又搶了一單 然後這個一樣是往西走的喔 離大鴻門的地方越來越遠了 然後這條 這個單的話掛在上面很久都沒人接 估計很難送 反正就是紀錄一下吧 挑戰看看啊 看看到底是商家多難找 或是說到底是顧客那個地方 得走多遠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個超市裡面啊 第五檔口 搞錯了喔 下次應該是先提前問商家 再找 搞什麼 找錯了 原來在這裡 在裡面啊 老闆 27 謝謝啊 接著這一單 然後還有下一單再去拿 拿兩單再送 不好找啊 現在來這邊取的是第五餐啊 百姓菜籃子裡面的那個什麼 大肚腳大線手工包 什麼的 手工線包 看一下在哪裡啊 在這邊大肚腳 美團四 美團四 是吧 謝謝啊 起刀餐了 拿到囉 水餃 現在把第四單跟第五單都給送了吧 衝個點 鑰匙 好 出發吧 剛剛不是說要體驗一單就是不太好送的嗎 因為都沒人搶嗎 對吧 就是這種 在工地裡面 然後 導航給我倒這個路 哇塞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哇靠我能進這個工地嗎 能進嗎 哇塞 大陸這裡的工地我總算也算是見識到了 哇 應該是這裡了 我感覺 外賣吧 哇 不容易這個 才多少錢 四五塊錢 好先生嗎 對對對 哦 謝謝啊 取走了啊 我先過去吧 接著送下一餐 啊 知道了吧 送外賣 長經驗啊 這種 這種不好送的 什麼橡木布的 三絲三絲啊 哈哈 哇塞 這個路 這種根本就不是路啊 馬上到了 到南院這邊來了 這邊好像是醫院啊 慢一點啊 謝謝啊 再見 第五單送完 又接了一單 看看啊 現在時間是1點11分 目前的收入的話 好像35塊錢啊 降了降了降了 這一個小時的話 只賺了15塊錢 再接再接再厲啊 30好了沒啊 30 30 中午的時候 30幾單了啊 到了啊 剛剛拿到的這個 在這邊 藍天錦儀 二號樓 你好 外賣到門口了 放在這邊 拿進去 手擋住 給大家看一下介面啊 這是我今天 今天跑的第六單 現在是下午的1點40分 然後要去衛多美送蛋糕了啊 收入非常低啊 1.7公里 是5.1元 現在準備來接 今天的第七單啊 蛋糕 到囉 衛多美 大紅門店 許多外賣 這個最蛋糕 我怎麼知道 2.7.6.5 2.7.6.5 快到這邊 7.6.5 2.7.6.5 這蛋糕是吧 不是蛋糕 麵包 謝謝 謝謝 蛋糕送到這裡啊 德賢路 這邊的七號樓 一單元 找一下一單元 是不是從這邊進 看起來不是啊 可以從另外一邊走 到了一單元 你好 謝謝 嘿嘿 送完差不多了 現在時間的話 大概是下午的 2點05分 看一下2點05分 目前的訂單量比較少一點 現在位置呢 是在那個大興的 舊宮這邊 從舊宮回到大紅門那附近的話 回去的話 得大概五六公里吧 我等一下可能還會再看看 有沒有辦法再接一些順路 往北的訂單 就順路回去了 那等一下的話 去吃一點東西 可以犒賞一下自己 我是從今天的 11點18分出來 開始跑單 跑到現在 2點05分 一共是跑了 49點1元 然後跑了7單 然後最近的話 有做活動 就是這個平台上面是說 2月8號到2月10號 也就是三天的時間 你如果跑滿 兩單的話呢 給你15塊錢 然後跑滿20單的話 給66 然後滿45單的話 給166 所以我今天完成5單 是額外再多獎勵15塊錢 今天的總收入的話 可能到了65塊錢 如果加活動的話 65塊錢 也就是說我時薪的話 20幾塊錢 要是沒有加活動的話 我時薪的話 只有16塊錢的名幣 還是不及格的 還是沒有達標的 那今天這條視頻的話 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吧 說實在的 我是覺得出來外賣 送外賣 有時候是還蠻累的 賺了錢也不多 但是 就是跑 多認識一下 這附近的這個環境 運動 嗯 感覺我自己可以在外面又吃更多 這樣子 好吧 那就簡單跟大家分享這邊 喜歡好味的小伙伴 你可以幫好味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味持續更新的話 你可以關注我喔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福大家好 我是好味 感謝你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掰掰 最後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是說我之前在房山那邊開水果店的時候呢 我是有接觸外賣的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之前會幫自己的水果店送水果 對吧 那我就說我在房山這邊 叫配送的經驗好了 在兩年左右吧 兩年前 平時的時間喔 兩公里的話 大概是7塊錢人民幣喔 但是今天呢 我送的這一單 剛剛那個麵包 是兩公里左右是5.1元 到我手上啊 所以呢 就是6塊5 付出去 到手5.1 中間的1.4 就是平台的一些活動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等等的 像是我今天如果是49.1元人民幣的話呢 我提現我得再多扣1塊錢 然後每天上線的話 得再扣2.5元的保險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說實在的 就是幹棋手的話 不是這麼好做的 大家就是平時可以的話就是 也不是說買東西就是大爺啦 就是大家可以體諒一下棋手 拜拜